当前,随着各地陆续入冬,呼吸道疾病进入高法时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疾控局持续开展呼吸道疾病监测和形势研判,推进流感疫苗接种,定期调度各地医疗资源供给和诊疗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工作指导,组织经验交流和技术培训。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援体、呼吸道荷包病毒、腺病毒等引起。 分析认为,近期我国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与多种呼吸道病人体叠加有关。